目前市场行情又不好 你的保时捷老车真的要卖掉吗 放弃它你可就错过了让它焕发新生的机会 你确定这台就是我的车 赵总你看车牌是不是你的车牌 搞那么久不认识你的车了吗 这一个月把车都放在你这边 我出去办事都开之前的帕美 对哦 你那台帕美之前也是在这里改的内饰 是呢改的确实不错 所以说这台卡宴也开过来让你搞一下 赵总你是做什么行业的 同时拥有两台保时捷 之前是房地产 现在专做人工智能这方面的 那这台车呢是来自安徽赵总的压五款的打印了 整个车其实什么样子 原车主都已经认不出来了 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做了什么项目 首先车漆方面原车是桃红木 然后呢现在我们整个重新喷漆 做了一个现在新款比较流行的雅辉 是吧 整个感觉更加的一个时尚潮流 然后呢一些外装套件部分 前面一个新款sd的套件 双杆灯啊包括它格杉啊 中网这些都半漆面的处理 那这个感觉看起来会显得很贵啊 那这个大灯也是同样更换了一个新款提震大灯 比原车的又好看又实用 亮度还提升了不少 原车这里做了一个翻新啊 原车是吧 你跑了这么七八年 其实已经老化很丑了 边边脚脚会有磕碰啊 那所以也是做了一个翻新 它其实也是喷了一个黄色 稍微点缀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内饰 这原车呢是一个纯米色的一个内饰啊 非常难搞 全部东西要拆下来 因为你本来米色 你要车顶啊 地坂店重新搞啊 你不然黑红黑个米色出来就很丑对不对 它拆出来 你把这件东西其实是蛮复杂的 每个东西都要去柴皮啊 红镇锁边包覆啊 再装车是吧 还有各种那个固定啊 什么那个超纯木焊接 这工艺很复杂啊 所以这个东西你每一个很多年的经验做出来 会差 那给兄弟们看看我们做的一些工艺啊 其实最能体现出这些走线啊 它是一个非常笔直的一个状态 那你要做的它呃 这么笔直太有难度了 因为你皮要拉伸是吧 还有这些边边角角的一些 转弯的部位更加难处理 这个没有十年八年经验搞不出来 这些老卡业呢都不太建议卖是吧 现在市场不太好了 卖的不止几个钱 你也换不了什么车对不对 那不如换点钱啊 我们重新翻车一下 把这个车变成你心目中喜欢的样子 这样不是更香吗 你们看行不行 但是我们想要帮忙 你拿快速打一刀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